伴着朝霞 闪着微光 我们来到了210国道 我们现在从都云去水师楼 在我们到了这个靖兴谷的旅游景区 哈喽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靖兴谷的这个北门了 从老路一上来就看到这么大一个门头 这个拱桥看起来还是相当的霸气的 所以说呀 这个独山真的是旅游搞得好 这个没有人的门头就搞这么大 这么气派 你说啥时候我们可以回金如土来 哎呀 那个 那好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靖兴谷的2号门 刚刚已经被1号门的霸气所震撼到了 现在的话什么叫霸气 龙头还是金龙头 牌坊上面还刻画了24校图 如果说不做这个牌坊 把这个钱的话分给独山的市民们 估计他们都得笑了 再看一下这个门头的狮子 一共20个狮子 两面各5个 从这个狮子就可以看出独山啊 是一个非常具有突破 具有这个勇敢胆大和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不得了 确实不得了 到了到了 终于到了 这个就是驰名中外文明霞尔的第一大烂尾楼 水丝楼 独山水丝楼 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水丝楼的全景 这个水丝楼的话整个高是99.9米 纵深240米 占地的话是6万平方米 整个的号资号称啊 说是两个亿要知道独山县哦 这个县一共一年的财政收入才10个亿 这得多大的魄力和这种果敢 所以杨大哥你知道吗 你就缺少这种果敢和魄力 不然我们家早发了 这个水丝楼呢也确实很漂亮 你看它整个建筑楼中有楼 而且它非常高非常大非常壮观 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族建筑 所以叫水丝楼嘛 这个水丝楼的对面的话 这个小山上然后还有一个小亭子 这个亭子上面看整个景色的话 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但现在的话没找到它路怎么上去 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七角亭 在这个七角亭也是相当的霸气 看它有七个这种柱子 我人的话在这里就只能这么大一点 一半都没有 估计只有四分之一 从这里仰望蓝天 这个白云飘飘 就有一种置身入地的感觉 话说这个水丝楼的话 是没有用一颗钉子的全木制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但是不太明白为什么 怎么这墙面还要用水泥呢 在这个水丝楼的旁边的话 有一大片的核糖 这个核糖也是很漂亮 然后阵阵的这种荷叶的清香味 然后熄面而来 在重庆核花都快卸了 在这边的话 独山还可以看到这样一整片一整片的核糖 还是那种小核彩路尖尖角的感觉 所以气候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这个水丝楼的话真的还可以还不错 十块钱一个车 不管你多少人反正十块钱一个车进来 在那个水丝楼门口一大片的那个停车场 也非常好找车位 那边的话还有一个奎兴楼 还是奎文楼 再走过河塘 我们现在来到了奎文阁 话说奎文阁这里的话 连绵的这些房古的建筑 哇挺别致的 这里有一个有之书院 看能不能进去 这些梁很明显是那种老木头 不是新的 应该是以前从哪里栽过来的 应该这都开裂了 包括这些门 这些木门看起来的话 也是那种老木门 所以这个独山 当时要打造这个靖心古景区 真的是煞费苦心 看我后面这个书院的这个台子 我的妈呀 真的好霸气 看这个雕花挖往外头的这个梁 再来看里面这个顶 也是真的 哇呀 天呐 看我这里还有一个牛型的这种骨 来看一下 上面还有这个 有点感觉啊 看前面是一整张牛皮 来试一下 你不来独山 你肯定不知道四百亿怎么花出去的 来了这里一定要去看一下水寺楼 看一下这个奎文阁 这满满的都是钱呢 真的 所以发展旅游一定要大气啊 这小楼也是雕花的 非常的精致 这是一个书院 看这旁边都是这个学生上课的地方 这上边的话 走我们也来看一下 哈哈 我怒啊 感觉就像 来来来看一下 四百亿 原来这里是杨氏宗祠 这个 这一位就是杨老令宫 杨温广 再也看不下去了 再看下去真的要挖死人了 这里面太可怕了 看一下这些门头 这些雕花 这些木头 全整根整根的 四百亿去哪了 哎 哎呦 那这期节目就这样了 拜拜 我们继续往前了 我们现在这个奎文阁 就只去了令宫祠和这个有诗 有之书院 你看这里还有其他的吊教楼 杨家大院 还有什么风雨桥 香咸园 这一片一片的 我的妈呀 四百亿怎么花的呦 这个四百亿绝对不够 我是没钱 我有钱我就赞助他两千块钱 这个修船绝对霸气